陆寒和关晓彤公布恋情之后,他们的感情状况就一直备受大家关心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他们的恋情开始之时,或许比公开的时间要早得多。 甚至陆寒还在综艺节目里,当着常驻嘉宾,配合着节目组,和迪丽热巴吵着CP的时候,就已经和关晓彤秘密恋爱了。 只是为何陆寒已经有对象了,却还要与迪丽热巴吵CP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,吵CP的陆寒背后的故事。 2017年杨颖为了照顾孩子,选择了暂时退出节目录制,而迪丽热巴代替她,成为了这一季节目的常驻嘉宾。 在节目播出的片段中,她和陆寒偶像剧一般的互动,立刻收获了一大波CP粉,节目组也没错过这个热度,立马将两人包装成了陆地夫妇。 而他们的三大高甜蜜场面,到现在还让很多网友念念不忘。 首先就是在浪漫的大理,他们在众人的起哄声中,像一对新人一样被大家推到花车上,坐到车上后却又不敢和对方对视, 犹如一对,彼此爱慕,却羞于其耻的恋人。 接着就是两人互聊拼心律,为了不让自己输,陆寒和迪丽热巴展开了互聊。 除了近距离的对视之外,还有撩头发,莫尔垂捏鼻子等一系列亲密举动,也正是这个环节,让很多观众都觉得,他们能够牵手走到现实。 最后就是两人意外撞了个满怀,当时的陆寒准备偷袭迪丽热巴,结果警觉的迪丽热巴迅速转身, 恰好跟冲过来的陆寒撞到一起,看起来两人就像抱在了一起,而这场意外却像是命运的安排,格外让人印象深刻。 但是,在陆寒公布恋情之后,两人的甜蜜过往,在CP粉眼里都变成了人工糖金,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,陆寒和关晓彤的关系,在2017年4月14日的那期节目中,就已初见端倪。 当时的关晓彤和陆寒并不是队友,可是关晓彤解答出方程式之后,陆寒却和他机长庆祝,最关键的是,两人抬手的时候竟然戴着同款手镯,而这款手镯,陆寒早在2016年11月15日,宣传电影《长城史》就戴过了。 之后没几个月,关晓彤在录制《天天向上》时也戴了,同时两人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,在同一地点拍过同样角度的照片,巧合多了,大家也开始怀疑这真的是巧合吗? 甚至陆寒在公开恋情后还发了朋友圈,而他在节目中的搭档杨颖留言评论,你终于可以晒你有了,陆寒回应也是不容易。 经过解读后就是,杨颖等人早就知道陆寒和关晓彤在一起了,直到现在才可以晒女朋友,俩人也是很不容易呢。 这样一来,大家纷纷关注起了那期节目,关晓彤在节目中也并不是毫无波澜的,起码在面对陆寒和迪丽热巴的互动时,他的表现就很不自然。 当时的节目组安排迪丽热巴和陆寒一队,于是俩人为了队伍的胜利开始疯狂表演, 但是当镜头扫过关晓彤时,他却显得有些落寞。 在最后的环节中,每个队都需要展示自己的商品,迪丽热巴和陆寒所在的队伍,拿到的是面具,热巴戴上面具就来了断手舞, 毕竟他有着少数民族的特点,身上的抑郁风情,让现场的嘉宾们都看呆了。 陈鹤也被惊艳到了,同时他还用了自己的余光看了一下,关晓彤的反应,现场的气氛都十分热闹, 可是关晓彤的脸色却非常黯然,看起来丝毫没有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,脸上没有一丝笑意。 而陆寒为了给队友造势,也跳了一小段舞,连邓超都不由地加入了这场舞蹈,和热巴配合默契, 可以说迪丽热巴展示面具的过程,点燃了现场的气氛。 而关晓彤也不甘示弱,拿着他们组,需要展示的大扇子就出来了,充分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, 把扇子看成是违密的同款道具,走起了替台,但这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秀场,气氛自然是没有刚刚的活跃。 只是此时的关晓彤为了晚尊来了一句,咱们重点在于展现小物品,不能抢了小物品的风头。 节目结束的三个月后,陆寒和关晓彤正式公布了恋情,陆地夫妇的营业也到此结束了。 但是作为陆寒,曾经大热CP的主人公迪丽热巴,在节目期间被他的尾粉攻击的体无完肤。 承受了众多谩骂,在结榜之后,依旧被问到了陆寒相关的问题, 记者先是询问他喜欢的男生的类型,但是迪丽热巴的工作人员,显然不想回答这类问题, 立马打断了他们,要求问跟产品相关的问题。 而热巴则是在一旁保持着微笑,不过记者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, 坚持不懈地问出了私下里有没有,给陆寒送祝福这类问题, 工作人员也没有给他们面子,直接结束了采访。 只是陆寒为何名里有女友,却还要和迪丽热巴吵CP呢? 或许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,而是节目组在搞事情。 当迪丽热巴第一次出现在节目中时,节目组为陆寒准备的任务就是, 拥抱他一下,当时两个人都挺青涩的,只是礼节性地抱了一下, 可是播出的内容却配上浮夸的特效,故意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气氛。 而节目之前遭受过同样事情的郑凯,也曾对陆寒和热巴的CP发表过自己的意见, 我觉得这可能是节目里的一些剪辑呈现出来的效果,但是节目就是节目。 这也说明了节目组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,如今的关小彤和陆寒收获了无数祝福, 也不止一次被爆出两人的好事将近,迪丽热巴也在自己的工作上发光发热, 被更多人所看到。 希望他们之后的生活都能够是自己想要的样子,同时也希望, 所有节目都能够拿出自己的竞争力,而不是靠炒作,热度赢得收视率。 喜欢视频内容的别忘记点赞关注,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说出自己的看法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